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奇熊科 我是徐明熊 投資朋友有沒有記得說 我前幾日所說的 像川普說他軟化 要讓他們本來在9月1日 要課10%3200億的稅 現在延後到12月15日 其實這個還是一樣 還是把別人的脖子掐著 來找你來協商 這樣子的協商的結果 相信大家猜測都可以猜得出來 可能也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所以我研判來說的話 所以我們的操作來說 我們就去做一些期貨 那再去做期貨來說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放空 那待會再跟你介紹一下那個期貨 我們先看一下 像昨天的大跌 那這個是在市警鐘 這個是在8月14號 8月14號 這個是在8月13號的新聞 經濟恐為衰退 這是在美國的 那昨天呢 昨天的美國 兩年期公債和十年期公債 倒掛了在2000 已經是12年來首建 所以昨天這個警訊 讓美股重做的一個 它的主要原因 應該再加上中美貿易戰 這主要就是中美貿易戰生 所衍生出來的 不就是這樣子衍生出來 才會變成今天這樣的情形 因為川普所說的 他可能每一天都有在變 都一直在變 那到現在 當他們道瓊在已經 創歷史性高的位置的時候 他就來硬了 那就要瞌睡 那道瓊已經開始跌 快跌破季線 要接近年線了 跌了大概 道瓊舉例來說跌了 他將近2000點左右 從27000點 跌到25000點左右 他就開始在擔心了 他也擔心他的選票 因為現在 像現在股市跌的時候 他就開始怪別人 怪說聯準會沒有聽到的話 沒有大幅的降低他的利息 降低利率 那現在漲的時候 都是他的政績 所以這都是川普 那以我們研判來說的話 現在大概都是 屬於比較政治盤方面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 昨天的費城半導體 昨天的費城半導體 跌幅滿重的 他跌幅有3.1% 那幾乎是 整個四大指數裡面 跌幅是最重的 還是一樣是最重的 那因為 那道瓊也有跌了800點 哇那非常重 那納斯達克也3% 都是非常非常的 跌幅非常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昨天 這是每一股的道瓊 道瓊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都都跌幅非常重 那我們台股呢 那我們台股今天 現在 台股今天也是一個順勢開低 今天最低有來到跌139點 那現在是跌幅有稍微縮小一點點 109點 109點 那現在整個今天幾乎整個都是在低檔 地方在震盪 那個股方面來說的話 像台積電昨天他們的ADR 是有跌幅超過3% 那今天我看一下 那台積電跌幅大概只有一%左右 那今天的跌幅有維持大概是在100點左右 那100點左右就因為我們三網 像台積電 大力光 鴻海 這三檔股票 都小幅的跌 小幅跌 那跌比較重就是台塑士堡 那今天大概有三檔股票是破底的 那除了台化以外 其他都已經破底了 所以這是塑化股跌幅比較重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檔股票 我們看一下博智這檔股票 它做PCB 也是工藝電腦 那這檔股票來說的話 這是在8月14號 8月14號 今天是15號 這是8月14號 那我做了一個下降的反壓線 它有突破 突破的時候 在這個操作上來說的話 因為它股價也來到一個 相對的一個低點的地方 那我們是做什麼樣的動作呢 我們來看一下 8月14號昨天星期三 我們試價買進815 博智 現價63.8 63.8 63.8是有 我們價位給它提高一點點 怕會員買不到 所以我們把它提高了 大概0.5塊錢左右 那現在的價位呢 我們來看一下博智 那它現在呢 今天再攻漲停板 再攻漲停板 那它是一直創新高的位置嗎 不是喔 它是從這個時間來說 比如說5月份來說的話 它幾乎到現在為止 它今天來說的話 它當然啦 現在已經是漲停板了 這兩天來說的話 是已經算滿強勢 那它的量能來說的話 是今天有報導有4300多張了 那這個量能也算是滿大量的 這算滿大量 那還是有鎖住漲停板 那它鎖住漲停板大概1600多張 那正常股票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像它如果量不再暴增 那我預估它會再來過這個錢高 它這個錢高 它會來突破這個錢高 預估它會來突破錢高 如果再繼續爆量來說的話 那籌碼開始有0萬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先來做一個 短線上的一個拔檔 那今天現在股價 現在已經漲停板 現在是71.3 那是71.3 那我們買在63.8 這個我們在 昨天買到現在已經獲利有超過 有大概13%左右 有獲利13%了 這是股票方面的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像我們昨天8358 那金居今天呢 今天再創新高 金居今天現在還是在翻紅 那我們大盤的指數呢 像我們的大盤現在下跌109點 那金居還是維持都在 都在平盤附近在震盪 那今天來說的話 它的股價又是在走高 那像這種飆漲的股票來說的話 你如果沒有辦法掌握 像這些股票 像博智金居這些股票的話 希望我能夠來幫你 來帶你來操作 這樣子來說的話 財富倍增速度才會快 這樣才會快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 我們的期貨 那期貨這兩天 我是怎麼操作的呢 我們來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期貨在8月13號 這是夜盤 這是夜盤的 我們市價空 空在10455附近 10455就是這個價位 10455 那這個8月13號 我在節目上 我也有告訴你說 我接下來我要去做空單 因為我的認為 當然有我的理由在 那我的認為來說的話 當然現在以中美貿易的一些 他們的角力戰 我認為來說 像就算川普暖化了 現在也一樣 因為他那個 他那是掐著你邊的脖子 來找你來協商 這樣怎麼會得到好 怎麼會得到好的協商呢 人家怎麼會願意呢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空單 那我們認為說 他如果拉高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給他做 像我們拉高的話 我們就會給他做一個空單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是在昨天 昨天在1點41分的時候 我發了一個扣訊 昨日夜盤 我們所就是在昨夜 就是在8月13號 台子期空單10455留倉 會員收到後 空單要留倉 要留倉 那昨天下午來說的話 那我也在節目上說 我大概他這張股票 這個我大概會有 六七十點左右 我會先把它做一個平倉 把它平掉這個空單 那我昨天 昨天在夜盤 這個是夜盤 大概是在7點40分左右 在7點40分左右 我做什麼動作呢 市價平倉空單 我們報價在10374 平倉我們的空單掉 就是平倉我們這個空單 10455的空單 這筆我們獲利81點 81點 那奇沃現在 那我認為還是比較 以現在來說的話 可能稍微再停看聽一下 停看聽一下 因為當美股中出的時候 川普又會有好消息 所以稍微停看聽一下 那你如果想要收集 想要有比較快的資訊的地方的話 可以到我賴生活圈來這邊 我再告訴你 還是你到我這邊來詢問 或打電話來詢問 像股票期貨的操作 我帶你來操作 讓你財富倍增速度快一點 那我希望說能夠 能夠讓你帶你 讓你的生活更好過 讓你賺錢 當然生活就好過了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也預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